不管是在歌坛还是在影视圈里 张博之的名字和口碑也是很好的 不过在感情上却是那么的不尽人意 曾经张博之和谢霆锋是圈中一对恩爱的夫妻 当时他们一起拍摄动画真人电影《老夫子》 谢霆锋和张博之在娱乐圈里 一位长得非常帅 一位长得相当漂亮 所以被网友们称为金童玉女 也在网友们的祝福中走到了一起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离婚了 直到2005年两人携手拍摄《无极》 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他们相互照顾 这也是他们的感情在一次升温 两个人在网友的祝福中在一次旧情复燃 两年后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 网友们万万没有预料到的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谢霆锋和张博之官宣离婚 但是孩子问题经谢霆锋和张博之协商 张博之带着孩子 谢霆锋出抚养费 两个人共同把孩子抚养长大 张博之离开了谢霆锋后 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张博之与谢霆锋于2012年宣布离婚 之后张博之独自抚养着两个儿子 张博之2018年生下了第三胎 至今父亲无人得知 但应该不是前夫谢霆锋 当时有外界传世谢霆锋的孩子的时候 谢霆锋正面否认 从中可以感受出谢霆锋这一方表现得很有善 两个人的复合可能性应该不大 不是爱人 但也会为了守护孩子 成为永恒的家人 还有人传是合作伙伴多年好友周星驰 张博之的工作室也是正面否认过了的 张博之从未正面回应过这个问题 所以至今沉迷 张博之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女艺人 经过了人生巅峰的荣耀 经过了男欢女爱的情感波折 经过了作为人母的伟大 想来俗臣百味犹如过眼云烟 亦能平平淡淡笑着面对 毁了张博之的实验照门 和陈冠西飞机合影事件 就算张博之为谢霆锋生下两个儿子 都没留住谢霆锋 最终以离婚告终 彻彻底底毁了自己的形象 从玉女变成了玉女 一件几乎全华人全人尽皆知的丑闻下 恐怕也没有哪个男的 能有如此的勇气再去娶张博之为妻 这种情况想必是每个男人都会懂的吧 离婚后的谢霆锋跟王妃迅速地复合 而张博之在离婚后 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 如今转眼已经过去七年时间了 张博之的大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前段时间谢霆锋还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自己和儿子的一个合照 一时间也是引起不少网友们的热议 因为谢霆锋其实很少去关心这两个孩子 曾经有一次媒体采访到了张博之的大儿子 问他长大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而张博之大儿子的回答却是开化妆品店 当时大家也是有些疑惑 但随后大儿子给了解释 因为这样才能把妈妈打扮得美美的 这样爸爸就不会离开了 这番话估计让谢霆锋听到 肯定会当场泪目吧 不得不说他们两人的儿子 除了颜值跟他们一样非常高之外 还非常的懂事 虽然说现在是单亲家庭了 但张博之会花很多时间和心思 到自己的儿子上 基本去哪里都会带着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快乐地成长 张博之受预兆门事件影响颇大 原来冰清玉节的女神张博之 因为预兆门而走进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初谢霆锋信誓旦旦地说 他不在乎张博之的过去 但是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谢霆锋还是抗拒不了心里的阴影 选择跟张博之离婚 当初他们是多么的相爱啊 他们还有两个儿子 一个那么爱的男人都会介意他的以往 他还会相信谁啊 谢霆锋如果离婚后 选择一个年轻貌美的新女友 张博之也许会好受些 而谢霆锋宁愿选择比自己大十几岁 并且离过两次婚的王妃都不选择她 你想想这对张博之是多么大的侮辱啊 但是令网友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件事是什么事呢 因为在张博之还没有结婚的情况下 不知道和哪位男士又生了一位公子 因此引起了全民擦地的热潮 网友们纷纷猜测 有的猜测是外国人的 也有的网友说是做房地产的 更有细心的网友猜测是谢霆锋的 而谢霆锋的爸爸 谢贤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张博之生下三胎后 有媒体采访谢贤 谢贤当时说了一句话 也不知道谢贤出于什么目的 他对记者说要去看他的第三个孙子 他的这句话让网友们猜测 张博之的三胎儿子也是他们谢家的 正因为谢贤这一句话 毛头纷纷指向了谢霆锋 不得以谢霆锋说 第三个孩子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这件事情做得很保密 一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有几名记者冒着违法的行为 在医院找到了孩子出生时的资料 第三个孩子姓张 但是资料上别的内容没有 到现在网友们也没有弄经小儿子身事 也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可能是张博之经历的事情太多 这些事情张博之也不会放在心上 只是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 任何事情都亲力亲为 也然是一位好母亲 张博之在刚离婚时 还没有放下对谢霆锋的执念 但这么多年 谢霆锋和王菲一直恋情稳定 想必也早已心灰意冷了 离婚的生活 张博之独自一人拦下两个孩子 无论是去哪里 都是一手抱一个 还有牵一个 他犯过错 但是张博之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说过孩子就是他的一切 他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切 每次看到他带着两个孩子 都觉得画面感特别的温暖 不知道张博之将来能不能找到自己中意 的那个男人 但就目前存在的客观条件来看 他是属于最困难的那一个 别说他没有绯闻了 像他这样还带着三个儿子的离婚女人 恐怕是个男人听到头就疼 更别说去追他了 时至今日的张博之依然看清楚了一些 也看淡了一些 正如在参加一些综艺节目中所说的那样 如今的自己更想做一名好妈妈 陪伴孩子慢慢长大 给予他们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一切